您啊,一定想不到,普通的羊肉做成了招牌菜,竟然是一个可以PK羊肉串的下酒菜 而且做法呢,还特别的简单 咱先去菜市场找一块不要钱的羊肉,然后呢,给它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的羊肉,咱装入碗中,加入一勺胡椒粉、孜然粉、辣椒面 再来适量的料酒去腥 再放入一勺生抽和一个蛋清,我们给它抓拌均匀 再放少许的土豆淀粉和食用油,抓匀腌20分钟,锁住水分 腌好的肉,油碗5成热,下锅炸 我们给它快速滑出滑散,大火炸至定型,转小火 家人们,果儿每天更新美食,不为别的,只为您一个免费的双鸡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,就给果儿点一个呗,谢谢您了 我们给它炸熟炸透,捞出控油 咱们再次起油烧锅,油热,下入烧烤四天套 炒香之后放入羊肉,然后再放入切好的洋葱和香菜 我们给它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我们给它出锅装盘 那么这道比羊肉串好吃十倍的自然羊肉 你学会了吗?跟着我,明明见